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课程是嵌入式系统 那么这个课程是一共是32学史 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是一开始的内容 就关于嵌入式系统的概述 课程大概是分为比如说 首先是这门课程的基本的概念 然后呢我们会解释一下嵌入式系统和它的基本的发展历程 以及嵌入式系统的目前的一些应用领域 那么作为一种概述 那么通过这次课程让大家发现 上这门课程它的意义目的和将来能用在哪些地方 那首先我们看为什么会有嵌入式系统这个词汇 嵌入式系统它本身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把计算机嵌在一个另外一个系统里面 所以呢是等于把计算机小型化专用化之后 计算机的一种什么计算机的一种形态 那么这种小型化嵌入式之后 那么主体是什么呢 我们看主体有可能就不是计算机 主体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一个自行车 是个摩托车 是个玩具 是一个什么什么其他的一种类别 那么就像最近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 呃 小型化小型化之后装在一个摩托车里面 给摩托车做什么 做导航做道路的一些模拟生成 做一些道路的识别和判断 然后呢来辅助做一个摩托车手的一个一个控制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种类似行车电脑 一些F1的赛车 呃里面的一般的汽车里面都会有一辆 有一个电脑 那电脑是可以知道 哎我现在整个汽车 它的一个一个一个现在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自动系统 它主体是什么 主体可能是个汽车 可能摩托车是个什么 但是里面呢有计算机 而这个计算机呢 往往不是以计算机的形态出现的 它是以某一个设备形式出现的 所以呢是等于把计算机嵌到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称它为嵌入系统 那么早期我们看人们从来没想过要做这种嵌入系统 呃人们想哎呀计算机是吗 计算机就是服务器啊 做那个做做服务器的 或者呢做高性能计算的 呃或者呢是做一些事务处理的 比如说ATM机的这种呃后端的服务器 做事务处理的信用卡中心 呃还有呢做高端计算的 比如说深蓝弄台计算机跟人呢去对异 去看一眼是你的这个国际相机好 还是我的国际相机好 是电脑厉害还有人脑厉害啊 这都是高端服务器它的类别 当然更通用的就我们称为PC机啊 称为个人电脑 个人电脑呢我们通常称它为桌面计算机 来做左大桌放在桌面上 办公用的通常它的性价比比较好 价格呢比较便宜 性能的也还好 但是呢随着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发展 尤其是随着这个前面一段时间 计算机的速度发展呢遇到了一个瓶颈 我们看到从奔三到奔四它的主瓶 基本上变化不大 以至于后期到主瓶到四个G主瓶的计算机 一直没有推出 所以呢 那么计算机主瓶没有大的提高 那么人们就要想 哎呀我怎么卖计算机 我买了一个两G的主瓶的奔四 你再给我个2.6G的 我们说啊我没兴趣 差不多买了两G2.6G 当然我们看 从前几年开始出现的那种双核 又让计算机又活过来了 现在我们看计算机要换代 它要把单核的换成多核的 要把Windows XP换成Vista 换成什么其他造成 这样呢对计算能力呢 有更强的一个要求 但是呢我们看 在双核没有出来之前 这些计算机厂家 他们就非常痛 他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能把这个计算机这个处理器 能够能够更大规模去应用 由此呢人们就想 有没有一种其他的领域 这个量又大 应用面又广的 然后呢大家一看 哇原来现在有很多电子产品 这些电子产品里面 我其实都可以用上这个计算机啊 我为什么不能用计算机 我的玩具里面可以用计算机 我冰箱里面可以用计算机 那么以前是怎么样呢 我们以前这些系统里面 有没有用过这个计算机呢 我说哎有用过 大家比如看一下那种什么 呃这个什么呃空调 有什么什么智能空调 洗衣机呢也有什么所谓的智能洗衣机之类的 那这些智能什么呢 一般来说都是一个什么 都是一个八位的处理器 八位的这种呢 80512这种的单片机 那么这些单片机在干嘛呢 我可以在里面控制 这个洗衣机一开始呢 是水 加水 满了之后呢去转 然后去脱水 在控制这个流程 哎能不能发现 这个流程控制控制嘛 一个八位的计算机足够了 不需要更高的这个什么 更高的计算能力 那么八位的处理器 当然是一个非常早的一个系统吧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八位的一个处理器呢 大概卖这个市场价格呢 还要一两个人民币 那么那个那个那个计算机呢 通用的桌面计算机呢 它随着这个卖不动了之后 那种像奔三啊奔四 这个人们更新换的比较慢 所以呢 这些计算机场价格就想 我能不能把那八位的计算机 换成一个奔三或者奔四 换成个三十二位的处理器 换成三十二位处理器 你这计算能力不是很强了吗 当然我换成三十二位之后 我的计算能力强 我还有带网络 还有带其他一些功能 那么一定程度上 可以让你这个计算 这个计算机 这个设备的性能会更好 由此呢 开始把计算机 往这些电子产品里面装 而且装的都是三十二位的计算机 所以呢 从单片机 到三十二位计算机 这一系列的系统 它的主体 不是计算机 它主体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玩具 主体可能是个通讯 主体可能是个洗衣机 但是呢 它里面就有一个计算机在里面 这种计算机呢 我们通常就称它为枪式 所以我们这门课程 实际上是告诉大家 怎么把计算机的技术 应用在一些其他领域 这些其他领域 面非常广 可能包括航天航空 可能包括一些信息家电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将来看到这些系统 我们就要想 这里面原来是什么的 这里面原来是个计算机 这里面是有个嵌入式系统的硬件 有嵌入式系统的软件 还有一些应用 让它呢 最终的能够什么 协同的去运行 所以我们这门课程 是一种计算机应用类的课程 当然由于目前来说 这个嵌入系统 它的主体的内容 是一个以软件为核心的 我们还举个例子 比如说冰箱 早在几年前 人们就在想 我怎么往冰箱里面 放一个计算机 然后放个计算机 人们就首先想 我能不能在冰箱里面的 每一个这个比如说鸡蛋啊 食物上面贴一个条形码 然后冰箱里面呢 有一个条码扫描器 然后这冰箱呢 还能上网 这种冰箱呢 大概是在2003年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原型系统出来了 包括中国的孩儿 包括国外的日本的一些厂家 那么意味着呢 我在办公室 我在写字楼里面 我可以连往连到我的冰箱 然后去扫描一下 就告诉我 我的冰箱里面 有几个鸡蛋 哪个鸡蛋是哪一天买的 活生产日期哪里 产地是哪里 我那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有什么东西缺了 比如说啊 缺一种调料 我都记得我要去买调料 或者缺什么 那么我们看 你在往冰箱里面放这些设备 它关键是什么呢 它需要有一套软件的流程 能让你能够连网 连上这个冰箱 冰箱呢 可能就作为一个web服务器 同时呢 它要有软件去扫描 它的所有的这些条码 而这条码呢 它需要有一个条码的管理工具 跟超市连接 比如说我的鸡蛋 我有几个鸡蛋是麦德龙超市买的 有几个呢 是加勒夫超市买的 那么这个条码里面 它能记录着 这个鸡蛋是产地是哪个地方的 什么时间生产的 另外一个是在哪里 那通过这样我们就看到 我的一个整个系统的流程 就能走通 所以我们看到 作为Chair系统 它往往能开发很多新的产品 和新的应用模型 那么我们看到像日本 它很典型的就是它什么呢 它的那个微波炉 是能上网的 微波炉上有一个小的屏幕 这小的屏幕什么呢 它能上网 上网去下载菜谱 菜谱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 比如说 做一个鱼 比如说什么 某一种类型的一个鱼 可能呢 一开始需要旺火两分钟 吻火什么 三分钟 然后保温 保个五十分钟 然后呢 完成这个鱼的一个制作 那么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知道 如果要我们人工去控制 这个很困难 所以呢 他就把它 把这种呢 菜谱呢 以及对火力的要求 做成一个互联网网站 然后你作为一个微波炉 我可以上网 去下载一个菜谱 下载一个 比如说什么 这个鱼香肉丝 然后我点击一下 好 他就按照鱼香肉丝的 这个烹饪方法 去做这个烹饪的过程 我们看 我们人就不用动了 甚至我还可以这样做 我今天上午上班 然后呢 我把一个鱼香肉丝的原材料 放在微波炉里面 我去上班 然后我看 哎呀 六点钟下班 然后呢 我估计六点半能到家 好我给他先订个十 说你六点十五分开始 开始烧这个 烧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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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香肉丝 然后结果我到了家 鱼香肉丝烧好了 所以呢我们看到 这就是一种 又是一种新的一种产品的模型 所以作为切肉系统 他往往是能做出 各种的产品的创新 能做出各种的这种 什么新的应用模式 当然我们当然不会建议说 我把那个微波炉当做一个 视频会议的中端 你说他有显示屏 他有网络 我拿他做的视频会议 电话聊天 他当然我们说 这个可以做 就是一般不不见得适合做 那个他毕竟是什么 把计算机嵌到那里面 是做什么 做烹饪控制 所以呢我们在这门课程里面 会告诉大家 在这些系统里面 他用了哪些技术 这些技术只是把 怎么组合在一起的 那么当然一方面 要给大家介绍 签用系统的一个硬件组成 同样还要介绍 这个签用系统的这个软件 那么由于目前来说 签用系统里面 像MuseOS和Linux 用的都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系统里 在课程里面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 相关的一些知识 让大家能够比较快速的 对一些软件呢 能上手 同时还有个像Windows CE WinCE 现在用了很多 所以呢我们也会 以这种来为重点 给大家做相关的一些介绍 我们用的教材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教材 是签用式系统设计 与实力开发 基于AMV处理器 与MuseOS2的 实时操作系统 第二本 是王田苗 出版社是新华大学出版社 这是RS编 那么这本教材呢 它对AM系统的介绍 是比较完整和齐全的 MuseOS是一个开源的操作系统 开源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它有它的好处 但是呢 它用的范围不是特别广泛 所以呢 我们还有一个参考书 是嵌入系统开发原理与实践 它主要会集中在Linux和WinCE的一些开发上面 这是清华大学出版社 另外还有几个 几门参考书目 包括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及应用开发 嵌入式Linux 嵌入式实时多任务和嵌入式设计 等等 那么这些参考书 我们实际上到现在书店去看 我们会看到作为嵌入系统 它的书非常多 而且分类非常的详细 MuseOS有MuseOS的书 ARM这种硬件有ARM硬件的书 MIPS有MIPS的书 书的种类很多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书 都可以作为我们将来开发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参考和工具书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你将来会用哪一种硬件平台 或者用哪一种软件平台去开发这种新产品 那你就应该去把这种相关的书拿找到 由于嵌入系统本身设计的硬件平台非常多 软件平台也比较多 硬件平台一般来说认为是有几十个系列 上千个处理器 这处理器就有那么多 软件平台一般来说认为有二三十个 所以呢我们也只能介绍一些主流的 或者是更通用的一些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 大家能够比较容易的去掌握嵌入系统的一个基本原理 在对实践的一些开发过程中还是需要靠自己的一些 一些参考书和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么什么是嵌入系统 嵌入系统它本身不是一个非常学术的概念 它是一个应用领域 它是一个把计算机用在其他系统上的嵌进去的 这么一个系统 那么IEE HEE 它对嵌入系统的定义 是嵌入系统 是用于控制 监视和辅助操作机器和设备的装置 OK 所以我们看 首先它有原来就有个机器或者设备 那其实什么呀 比如洗衣机 它就是洗衣机 那洗衣机原来可能只能赚 现在呢 你加了这个操纵设备之后呢 你可以设置 比如说经济型的 什么什么洗品 洗那种什么羊绒类的衣服的 洗某种什么什么衣服的 你可以做这些设置 这些设置一定程度呢 它有一定的智能性 它能够辅助我们去做这些工作 那这里面呢 往往它就会用到一些计算机的功能 所以呢 它来控制 还可以监视或者辅助这个机器做些工作的 那么通常是一些 是一些什么 是一些计算机的设备 但是呢 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计算机器 通常的认为就切入系统 它是把计算机的硬件 和软件 嵌入到其他的机器 电子产品和应用系统中 构成的这种新的系统 称它为嵌入系统 所以可以那么说 就是原来的一个设备 加上计算机 就是嵌入系统 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现在旁边的一个这个话筒 那我们看我们的话筒 如果我想改造它 改造成嵌入系统 可以怎么做 我说话筒 经常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 哎呀 张三来讲话的时候 张三散门大 非常洪凉 话筒呢 按照它同样的攻放比例 就就可能就太吵杂了 声音太响 李斯呢 可能说话声音很轻 那话筒呢 实际上需要呢 加强它的这个什么 加强它的那个攻放的 那个放大的倍数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 哎呀 我希望这个话筒 它能够感应 感应这个这个 现在的声 声音源的 这个音量大小 自动的去做调整 调整到合适的音量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 那么就需要在这里面呢 做个什么 做一个传感器 这传感器呢 能感知当前的音量 大小 100是最最小的 比较多 100 然后呢 100分贝 比如说 0是0分贝 然后它的输出呢 比如控制在 比如50分贝 那如果来这个 60分贝的人 他就自动把它调低 那传感器能做这个吗 还不能做 什么呢 传感器 他收到了 到时候给了60 所以这时候呢 需要有一个小的处理器 60除以50 1.2 所以呢 它得把这个声音的强度呢 衰减1.2倍 好 衰减1.2倍之后 我这个声音就是一个 50分贝 就比较柔和了 然后我来一个 比如说 我只有30分贝的 那么30除那个 50 我只有原来的0.6 那不够 这个声音不够响亮 怎么样 把它调高 好 这时候我们就会在这里面 放上一个小传感器 放上一个小的 计算单元 能够做这些什么调整 然后呢 调整到合理的音量 那这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属于比较典型的这种 调整 当然我们会说 哎呀 我这个调整系统这样做了 是不是 还能不能再做呢 我说也可以啊 我们都知道 这个计算机去 去做那个语音输入的时候 还能做什么 做说话人的识别 就说 不同的人说话 他有不同的这个 声闻 那么我咳嗽一下 他就能识别出 这是 陈天舟教授 其他来 就咳嗽一下 他能识别出 是思青东老师 他能够识别不同的人 然后呢 通过不同的人 与他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功能 比如说 凡是 陈天舟老师 在这边 讲话的时候 我只要一开始讲话 中间有停顿 停顿 比如说超过两秒钟 他能够自动给我鼓掌 比如 播放这个鼓掌的声音 可不可以啊 可以 那怎么 我们看 这就需要 他有一个 能够识别我的声闻 识别我现在 一段时间不讲话了 还自动的去 加入一些声音 他就意味着 他要里面有存储 能存储一些 什么鼓掌的声音啊 能做这种输出 所以我们看 通过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一个话筒 就变更大智能了 那么 除了这种之外 还能看到一些话筒 什么呢 还有看到一些话筒 是能够自动跟踪 声音的来源的 呃 其实 这种话筒呢 在几年前也 我也看到过 它是下面的一个云台 话筒是可以360度转向的 有两个声音探测员 因为我的声音过去了 它可以探测到 我的左身 左边和右边 然后它 它估计我的方位 我的方位在哪个方位 当我一边讲话 一边在走动的时候 这个话筒的正对 会跟着这个说话人在走 这个我们看 就需要有个 能够估计声音来源的 方位的 一个计算的软件 同时呢 它还能控制 这话筒的方向 一直能跟着这个什么 跟着这个人走 所以呢 我们看 这样的方法 又可以提高 这个这个话筒的 一个这个 应用模型 所以人就不用 老是在那个位置了 话筒会跟着你走 会会朝着 有跟着你的朝向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在一个机团 在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我们的 这样的电子产品里面 我加入了一些机械的 加入了一个 集团机的东西 在里面之后 它形成了一种 新型的产品 这种新型的产品 我们就称它为 嵌入系统 所以作为构造 这种嵌入系统的 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要有 它的应用场合 就不管怎么样 你都是要能卖掉 你这个是一个 商业产品 这个商业产品呢 能把计算机 这些技术 融入进去 那么说 这么一个小的话筒 我要把个计算机 塞进去 计算机我们知道了 哦 多大 一个机箱 这个机箱嘛 长 宽 高 还蛮大的 远比这个 这个话筒大 你以后一个话筒 向你带了一个 计算机的机箱 太可怕了 那怎么办呢 要把它呢 做很小 做的比如说 只有什么 只有一个平方厘米 或者几个平方厘米 那么大 能把它放到话筒里面 你这样话筒的 基本外观 形态 没什么变化 所以 我们看到 在嵌入系统里面 可裁剪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实 你的计算机 不是整个塞进去 是塞一部分进去 你裁剪了 剩了一个小块 小的功能器件 放进去 那么软件 硬件 都要有 能裁剪的这种功能 适合于对这种功能 可靠性成本 提及 功耗 都有严格要求的 专用机 转机系统 用于实现 对其他设备的控制 坚实和管理的功能 所以我们看到 一定程度上 把计算机 嵌进去之后 这个设备 它有新的功能 它有更加智能的能力 所以 它是一种 更好的 更高附加值的 一种产品 所以这种产品呢 我们往往会称它为一些 信息产品 比如说 智能的话筒 智能的手机 智能的电名箱 智能的 这个洗衣机 或者智能的 这个 微波炉 所以通过这种 这种变化 我们就发现 计算机 它能够用在 各种的应用场合里面 第一个呢 可以用在检测 控制里面 我要知道 这个系统 这个 这个装置 它现在的运行情况 比如像 速控机床 机电 然后仪器仪表 这些系统里面 我都可以呢 把我嵌 在这种状态里面 我就形成了一个 智能的 机床 智能的一些 仪器仪表 它能够自动去做一些功能 我可以预先设置 比如说 烟感传感器 有些 现在烟雾很大 我就自动的去报警 但是呢 你有可能是 小小的抽了个烟 小小抽了个烟 它发现烟雾不大 或暂时浓度大 过后就没了 它就不去报警 你如果没有智能的话 这个稍微有点烟味 过浓度 它就去报警 这个有可能是虚报 那我们看 这就是能够做一些 自动的检测和控制 第二个呢 是一些小型化 和微型化的器件 比如说一些通讯产品 比如说我们看到 通讯上面最明显的手机 手机在早多少年前 手机只能打电话 然后呢 现在我们看手机能发什么 短信 能发彩信 能拍照 能可视电话 功能就越来越强 几乎就可以 可以看到 计算机上能跑的东西 都慢慢慢慢在上面 都能跑 然后呢 一些医疗的产品 然后看到很多医疗产品 比如说 测血压的 测这种新电图的 这个身上背的 一个很小的东西 你可以把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两天四十八小时 你的新电图的变化 记录下来 还有些移动办公的 PDA 这些都是属于 嵌入系统 另外呢 还有一些大吞吐量 一些信号处理 比如说一些视频流的处理 视频监控 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个路口 它有这种什么 视频监控系统 基本上也都属于嵌入系统 还有一些移动的媒体处理 MP3 MP4 数码相机 DV 都是属于嵌入系统 我们一看到说 一个数码相机 有计算机这么大 计算机机箱那么大 没见过吧 但是呢 它里面是什么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计算机 所以我们看到 数码相机里面 它能加这种特效 加个什么边框 然后对这个防抖动的操作 这是什么 这是软件 是我们程序员写出来的 程序员写出来 程序 放在这里面 它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 哇 这个数码相机好 这个防抖动功能好 我这么跨越过去了 它能够拍下来的抖动 然后处理掉 什么处理掉 其实我们可以认为 它里面几乎就是一个 Photoshop 的一个精简版本 做在这里面 它能够检测到 我拍照的时候 手抖了 我拍照的时候呢 你光了 它来做个补偿 这些功能 我们看 当然很多人 他觉得 这个数码相机的 这个软件功能还不够强 还是喜欢用Photoshop 把那个图片 传到电脑里面 PS一下 那的确 那个Photoshop功能是更强 但是你相机里面 有这些功能 也不错 另外呢 还有些多机电的一些系统 比如说像汽车 一些航空 都里面呢 用到了大量的这个嵌入器 可以这么认为 凡事 不是以计算机形态出现的 也有计算机的 CPU啊 这些器件出现的 这种产品 都称为嵌入器 就说只要有CPU处理器 又不是计算机 又不是桌面计算机 或服务器 那就是一个嵌入器 那我们看 嵌入器 那个范畴 特别广 这也是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国内 有很 有几个高竅 已经有嵌入器 嵌入器 专门有一个系 讲计算机系 软件系 嵌入器 安全系 有专门那么一个嵌入器 他在讲 怎么做这些嵌入器的设计 当然嵌入器的 研究生的专业 硕士专业 那是非常多 那么嵌入器系统和桌面系统呢 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一个呢 是嵌入器系统 它的运行的任务是 专用的 而且的确定 我不至于说 我正在运行的这个数码相机 我里面的换上一个 比如说视频会议系统 我说不太会 软件是基本确定的 比如新电图的监视仪 它只要运行的是什么 信号的输入 处理 新电图显示就可以 通常来说 不会往里面 什么 下载一个软件 安装 我说不太会吧 像我们桌面计算机的话 经常会说 我下个软件 装一装 下个游戏 跑一跑 切实上不会 它这个软件都是定制的 专门做好 只为这个应用系统 服务的 如果要更改这个任务 可能需要对整个系统 做重新设计 或者做在线维护 这个都是比较麻烦 第二个呢 像桌面系统 我们计算机这种系统 通常呢 需要是什么 大量的应用 如果你一个桌面系统 你跑了一个什么 很怪的操作系统 你跑了一个很怪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呢 又没多少厂家会对你做支持的 结果是呢 结果是 你上面什么应用都没有 只有很少的应用 应用又不丰富 那你这个机环机系统 肯定是卖不掉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我们买桌面系统 就可以买什么 英特的 买AMD的 为什么呢 这两个系统是互相兼容的 没听说过一个软件 只能在英特处理器上跑 不能在AMD处理器上跑 如果有这种软件 只有什么呢 只有那种硬件厂家出来的 只对它的这个处理器 做性能调优的软件 才是这样 一般的软件 你说Windows Word Point 难道为AMD专门有一套软件 为英特专门有一套软件 没有了 通用了 所以称它为通用系统 所以通用系统的话 在上面跑到任何软件 是不做任何限定 和不做预先假设的 你可以去安装 你可以自己开发新的软件 然后软件它升级 和更新都很非常方便 签入系统呢 往往对实时性 会有一些的要求 尤其是在一些信号处理的 这种签入系统里面 我收到个信号之后 我要迅速的对这个信号 做响应 那么信号处理 在有一个国家 有个国际标准 形成为POSX1003.B 它所谓的实时系统 就是系统在限定的 响应时间内 能提供准确的服务 那么实时系统 一般来说 也分为强实时的 响应时间是微秒到毫秒 一般实时的是毫秒到秒的 弱实时是秒以上的 那我看到这种实时系统 就意味着 我竟然在控制一个 比如说提发机 印发机 比如说我再做一个印栏 印栏系统 我再往那边印一件衣服 印了某个花 我这个地方要用红色的 我们看红色的时候 那种计算机 那嵌入系统 那计算机就要能够控制 这个地方一个红色的 把红的墨水掉过来 但是我们的计算机 通用计算机能不能这样呢 我说不一定 通用计算机 它是多任务的 多任务的 你是不能保证 这个计算机在某一个时刻 正好运行这个东西 它可能多任务切换 切换到别的任务上去 那么等 等你切换回来 你这个 这个印 要印红色的位置都过去了 所以呢 嵌入系统 一般来说这种实时性 会有些要求 比如说我们电话机 电话机 我们的那个手机 它般的要求呢 是微秒一几的 我们看看现在的电话机 什么 我在讲一段话 比如一二三四五六的话 它会按我的时间 把它分成几段数据 压缩 往外传 那么对方 是收到这些数据包 把它解开 我们看这种呢 叫什么 数字通信系统 那我们说有没有模拟通信系统呢 我们说有 什么呢 对讲机 对讲机模拟的 然后还有什么呢 以前的大哥大 我们看那种什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电影 什么香港的一些黑帮的片里面 这黑司会老大拿了一个大砖头 大哥大 那个呢 称为A网B网 那个是模拟的 就是你的语音传出去 我看现在呢 我们称为G网或C网 G网就GSM的网 C网呢 CDMA的网 它都是把你的语音编了码 往外传 你可以那么认为 就像什么呢 我跟别人在计算机上聊天 我对着麦克风讲一段话 计算机呢 把我的话 编成一个什么 MP3 传到对方 对方呢 把那MP3解开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这个计算机实施性不高 它传了一段 它不传了 计算机在做其他事情 那对方听了这个话 听了一半 就我们就断了 这个这个就 就调真 那我看这样的话呢 性能就很差 所以呢 我们看我们现在 一般来说会要求 它是什么 微秒一击的 你微秒中间 中断一下 听不出来 你毫秒一击的中断 这人就能听出来 这个话怎么不连贯 中间有断的 网络很卡 这就完了 所以呢 它有一种实时性 会有些要求 第三呢 是嵌入式系统和桌面系统 它用的操作系统不一样 我们桌面操作系统 大家都非常熟知的 Windows系列 Windows的 比如说Windows的这个NT啊 Windows 98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还有Linux系列的 一堆的Linux 这是我们在桌面上 经常会用的一些 系统操作系统 至少还比较的通用 那么在嵌入系统里面呢 嵌入系统里面的 这个操作系统就很多 类型很多 有VSworks 分合公司的 Windows的 微软的 PSource Q&S 这些 这两后面两个呢 均工上用的表处 还有国内也有些操作系统 像Hoppen Hoppen就是以前 中国在做的 女娲计划 DataOS 科营精神的 SmartOS 我们知道的 那么一些系统 所以我们看到 嵌入系统 它的每一个操作系统 它都是非常定制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 有些招聘启示 招聘 嵌入是工程师 下面会有要求 一般的要求 我们看 它不说 对哪个处理器属性 我们说 当然一般来说处理器 它会说 对Arm属性 对什么属性 我们说 不一定 更多是呢 想要 嵌入是工程师 逗号 DXworks 或嵌入是工程师 逗号 嵌入是Linux 它有这么些要求 那么意味着 这里面呢 它的平台 这些嵌入是操作系统 和嵌入是开发平台 是 差异性 是比较大的 你Winsey 用的手的人 不一定 Yes was so Yes was so 不一定 Hoppenso 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 嵌入系统 它的专业领域 分工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我们这门课程 只能给大家一些 非常宏观的一些介绍 那么大家应该在课后 有兴趣 针对一两个平台 买一些相关的参考书 仔细去看看 第四个呢 嵌入系统和桌面系统的差异性 就是它运行环境不一样 桌面系统通常都是一个有空调的 电压稳定的 没有什么电池辐射 地面不震动的 天水统是什么 天水统说 天知道 比如说我在矿 煤矿里面 煤矿里面 我这种瓦斯 我要探测瓦斯的浓度的 这么一个节点 它要探测瓦斯的浓度 然后呢 如果它浓度过高 赶紧通过这种网络 无线网 一般来说用的是 802.11无线局域网 或者802.15蓝牙 一般通过这两种无线网 往外传 然后发个警告 说哇 瓦斯爆炸 我们说矿 矿洞里面 矿洞里面 这个无线电波的穿透 能力是不强的 所以它要一层层的往外传 矿洞里会有那种有线网络吗 不太会 所以呢用无线网络 环境恶劣吧 恶劣 潮湿 然后呢 可能电压还不稳定 而且呢 可能还有电磁辐射 你看还有瓦斯 说明还有爆炸 所以嵌系统 它经常会推现这种什么 恶劣的运行环境 无人职守的 作为这种什么 作为的环境 都有可能有什么强的电磁场 嵌系统里面一个典型应用 就用于工业机器人 或者用于机械臂 我们看那机器人什么 机器人就是经常去一些 什么下水道啊 这些这些这些地方 所以我们看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 它一般来说会用的是工业级的 计算计算机 我们通常称为公控机 它的这个对温湿度啊 这些的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 所以嵌系统跟桌面系统 这个差别还是非常大 第五点呢 嵌系统它会有一些 功耗的一些要求 我们经常会发现嵌系统 它有很多系统呢 它会用电磁来供电 或者用太阳能来供电 这些供电系统 往往对这个电 它用来用电磁 这个电磁供电 要是你一个电磁 两三天用完用完 一个两三天用完 那这个系统怎么吃消 过段时间要去什么 换一个换一个电磁 吃消 所以呢 要想办法把一个嵌系统的 供电时间推到一年以上 像我们的手机也是 我们的手机 我们看现在有什么 有待机二十几天到三十天的手机 你说我有个手机 如果是一天要充斥电 你烦都烦死了 你说这个手机 它的这个销售等等的 肯定又会有一定的障碍 当然这个功耗的要求 是跟这个手机的应用有关 比如说我的手机 天天拿来打游戏的 或者有很多很多的电话的 那很显然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 所以 所以呢 在这个 一个手机系统 或者一个电磁供电系统 它的应用模型越复杂 它的功耗 就会越高 你跑多媒体的 就稍有计算能力嘛 那肯定这个发热都大 不要做别的 所以呢 相信的往往发挥在什么 用些间歇的工作方式 比如说你不打电话 它就会深度睡眠 屏幕关掉 然后呢 把机关机 里面的机关机的主屏 降到最低 能关的一些设备 都把它关掉 这样的话呢 这种 这种电池呢 这样电池寿命才差 那么另外一个呢 嵌入系统和桌面系统的 一个差别呢 就是嵌入系统 它比桌面系统 可以使用的 这个资源要更少 因为你想要把那个 原来桌面计算机 那么一个塔式的 或者箱式的一个主机 做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板子 很显然要少了很多的硬件 而且为了降低成本 降低功耗呢 有很多的硬件呢 都是够用就可以了 尽可能的裁减 所以呢 它的硬件资源 不是特别豐富 结果是需要 它的开发呢 需要有专用工具 和一些特殊的方法 比如有开发 一般来说 它是用交叉的开发方式 用在计算机上开发 然后呢 开发这个设备上的应用 叫交叉开发 计算机上开发 目标板上的应用 调试可以用虚拟机 或仿生器形式 因为在硬件上调试不了 也能够做一些 在线升级的功能 这种专用工具 都是你熟悉一个 就掌握一个 那这种东西 它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你要去打算将来 去做VSWorks的 分合的 你都要去熟悉 Tonato 它这个开发工具 如果你准备去学 WinCE的 那你就要去学 EDC 嵌入式VC Embedded VC 如果你想去学 LinicChanceLinic的 你可能要去学 Qtopia的开发 或者是KDeveloper 这种开发工具 所以我们看 它每个系统 它有自己的一套 开发工具 最后一个 嵌入式系统开发 它是一个综合的 计算机应用技术 它包括了 因为它是要 运用了不同的 电子机械产品里面 所以它会 把计算机的 各种应用 都会应用进去 它包括计算机的 系统结构 怎么样设计一个 良好的计算机系统 怎么样做一个 计算机 怎么就做控制 第二个呢 有可能有部分东西 要用汇编写 因为要解设 被驱动整理去 还有呢 要有 嵌入式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里面呢 你要保证实时实性 怎么样做 这个任务的运行 还要呢 有一些开发的方法 比如说像编译工具 还有个bootload 就是计算机的 开机的过程 那么开机的过程 我们在计算机上 叫BIOS 但是迁入系统呢 是没有BIOS 所以呢 它成为bootload 我们后面的课程里面 会慢慢的去介绍 这些具体的内容 嵌入系统呢 最早来起源于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那么当时呢 主要是以这种单片机啊 工业控制为主 以及一些自动化 那么近千年来 随着计算机的技术发展 尤其是极限电路的发展呢 这个嵌入系统呢 发展非常快 大概呢 发展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呢 就是嵌入系统 开始的时候 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开始把嵌入系统 把计算机 用于一些控制性 到七十年代的八九年的时候呢 开始走向繁荣 一些硬件软件开始完善了 九十年代至今 开始引入了更高端的处理器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有很多的 我们后面会看到 有一些的什么摩托车啊 一些音响啊 它都会用一些双核 这种计算机系统 最早期的时候 随着计算机的使用 计算机不完全在做计算 而有在做一些计算机 做些控制系统 所以呢 比如说机载 美国的这个海军 轰炸机 它就呢 带了一个什么 多功能的数字分析器 以及一些 一些比如说工厂里面 用了一些工业控制 当然我们看工业控制 有专门的工业控制 或者自动化工业生产过程 自动化这种专业 从我们学计算机角度上看 他们就是用计算机 来完成的这些系统 从六五年开始 开始呢 出现了集成电路 所以呢 开始出现了数字的计算机 比如说 一些这个 卫星 就开始使用了这些系统 然后呢 也开始有一些容错系统 有三台或者多台的计算机 来做投票 来确定 它是用哪一个 尤其是1971年以后 英特出现了一个 微处理器 英特出了个4004 到后来的4048 8008 8080 那么 微处理的器的出现 开始呢 用于一些工业控制领域 82年出现了第一个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 那么它可以比同期的CPU 还要快 尤其是做计算的 80年代后期 出现了第三代的DSP 而软件技术呢 发展也很快 早期的现用系统 是用汇编写的 一般来说呢 不采用操作系统 就做一个监控审汇就完了 但是随着硬件能力的提高 软件技术呢 发展很快 就引入了操作系统 所以呢 逐步逐步推出了 有嵌路式的操作系统 那么随着90年代之后 嵌路式应用 开始向众生化发展 它的应用开始充分普及 从传统的工业控制 开始走向通讯 通讯呢 变成了数字化通讯 然后呢 走向了数字家电 比如说汽车 飞机 现在通用的汽车上面 有50个以上的处理器 高端的汽车 像我记得有一款的 奔驰的汽车上面 有300个微处理器 所以意味着我们想 我踩一脚刹车 你那个刹车 如果有ABS的 那什么的 你踩下刹车这个信号 就会被四个轮子上面的 微处理器的控制 那微处理器一方面要控制 刹车降低轮子的转速 同时这个轮子 你还能够转弯 这个是什么 靠微处理器来设计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想 如果 如果做这个刹车 ABS这个软件的人 他那时候呢 比如说做了个软件 那个 他有两个任务 一个任务是做这个刹车 还有一个任务呢 比如说做另外一个 你一脚刹车踩下去 那个软件 不理你 软件在做其他工作 或者软件正在写 写那个硬盘 那当然我们说 签出系统一般不太有硬盘 写写flash 完了 汽车不刹车 或者ABS 你不启动 这样子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 汽车是什么 汽车里面有 平时汽车有五十个处理器 五十个处理器上跑什么 跑软件 跑什么 谁写的这软件 当然是学计算机人 去写这软件 当然还有什么写 做一些工业控制人 他去写这种软件 还去做自动化人 写这种软件 还去做仪器 仪表人写的软件 那最后他都是写软件 飞机上 这种系统 嵌入系统就更多 越是高端的系统 这种嵌入系统 使用越多 而目前来说嵌入系统 嵌入是微处理器的 开始做三十二位 或六十四位 那我们说为什么说三十二位 有很大差跌吗 我们说三十二位比八位 计算能力强很多 三十二位能跑操作系统 八位几乎跑不了 三十二位的计算机 他能跑网络 能跑浏览器 你找个八位的计算机 你跑个网络 跑个浏览器 很难 八位的 你跑个通讯就可以了 跑个什么TCPIP协议站 这个实在是 实在是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引路三十二位之后 就把一些网络和操作系统 高端的软件都引路了 而目前来说 嵌入是实时操作系统 使用比例越来越高 早期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会引路嵌入操作系统 嵌入实时操作系统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有百分三十 目前来说逐渐开始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会用嵌入式的实时操作系统 所以软件开发就越来越方便 如果没有操作系统 那意味着你差不多要用汇编去写程序 用汇编去写程序 这个难度多大 而且汇编写程序 工作量大 开发效率低 用C编 C++写 方便很多 甚至一些武汉手机上一些游戏 它就是J2ME的 加买 更方便 另外呢 嵌入式的开发工具越来越丰富 那么最终呢 嵌入式系统一些产业链 工具链 也逐渐的在形成 那嵌入式系统 它产业链 基本上分为这三块 第一块 是上游厂家 上游厂家一般来说是给出嵌入式的硬件 做处理器的 然后呢 做这个开发平台的 做一些核心构建 它这样就卖这些最基本的 上面是做轻松软性的 我拿个嵌入式板子 我把它开发成刚才讲的这个 比如说带书画人识别的这种 这个麦克风 这也是种 下游厂家呢 是什么 是一些 是一些这个企业 推广的 产品化的企业 它把这些产品呢 能够做成一个产品系列 去推广 去应用 去销售 所以上下游企业 它是有什么 有各自都有需求 和有约束的 通常来说 目前来说 整个嵌入系统 它的创新的主要创新点 在于下游企业 就是说 由应用来推动 应用厂家 或者你做应用人 你脑子一拍 想到一种新的应用产品 它往前去找 说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 现成的这种软件 比如说 说话人识别的软件 然后那种说 哎呀有有有有 我在桌面机上 但是我可以把它移到这个里面去 那么再往前 他就说 我应用厂家 我说哎呀 我有这种类似的东西 我的处理器 专门对这个多媒体的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 语音识别这块呢 有一种 应验有加速的 哎呀我很方便 我很方便 他可以这样 所以呢 形成了那么一个 产业系列 那么 他用系统 近几年来 从03到06年 他的市场增长率呢 一直非常快 呃 他尤其是哪几个领域呢 PDA领域 PDA领域市场规模不是很大 但是市场增长还是很快 尤其现在PDA 和这个手机开始有结合 我们看现在叫的什么 智能手机 手机原来什么 量特别大 我们看中国 每年生产手机 几亿个 呃 还有呢 输入电视机顶盒 我们都知道 现在机顶盒开始呢 逐渐的 往输入电视在走 所以呢 早期的电视机 加机顶盒来解决 新的电视机 就直接做成输入电视 另外呢 还有汽车电子 数码相机 还有一些通讯设备 比如路由器啊 交换机等等 这些都是 在整个嵌入系统里面 呃 增长范围比较快 那么从嵌入式系统来算看 目前这些几个领域 它的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首先我们看到 从刚起步的领域 主要在数字家庭 呃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西方的 包括一些 呃 包括像香港这些国家 稍微发达一点国家 他们家里面 都是拿个遥控器 就可以控制这种窗帘 控制这种电灯什么的 电灯开关 电视机 什么洗衣机 就手上一个遥控器 摁一下 它就可以 比如说 电视机换台 洗衣机运作 然后窗帘拉起来 灯开开 那当然这些数字家庭 在我们现在国内 可能比较多的 还是在一些 一些会议室 一些企业的会议室里面 能看到比较多 但是这种 也会慢慢慢慢的 向家里面去发展 还有那些数字电视 数码相机和气质电子 目前说呢都处于 还是刚刚推广 还没有大规模推广的时间 因为数字电视 它标准也出了晚 那么 比他们更早一步的呢 推广的是PDA 和数字电视机顶盒 那之前 你原来的电视机改造 要做这个 手机和一些数字终端 那么当然是推广的更快 尤其是中国的手机 是世界上 手机产量最大的 更成熟的是 路由器和交换机 就是通讯的产品 它已经呢 现在这个 这种系统 已经 已经非常成熟 那么对于嵌入系统 它的发展趋势 主要是 软硬件系统呢 要整合 怎么样把软件系和系统 软件整合在硬件里面 因为一般往往 它们里面没有硬盘 里面往往只有一个flash 还有SoC的设计 SoC我们后面会记得 它称为 System-on-chip 一个系统在一个芯片上 称为系统级芯片 的设计 怎么样设计出一个 体积又小 散热又好 功耗又低 高清又高的一个 嵌入式的硬件 然后呢 怎么样去做一些领域的扩展 首先是怎么把传感网络 传感性网络 怎么引进来 还有那些普世计算 就是无所不在的计算 比如穿戴式计算 做成一个穿戴式的计算机 以及呢 怎么样在里面 做一些内容服务 怎么样呢 比如说我们看 现在也是手机 做什么 LBS 基于位置的服务 你在某一个地方 他会告诉你说 啊 这个地方 景点 旅游的话 这个景点是什么 或者这个附近 附近有哪里有围天间 哪里有商场 哪里有餐饮 哪里有加油站 这些都属于内容服务 那我们看内容服务 完全是靠软件 做一些真指服 好 我们 这节课先上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下 那么就会进行 我们先准备